这次,我特意在面包机旁边盯着,试了试是否在发酵前拉膜,果然没有,于是,反复断电短三次左右,捉揉了一小时吧,好像是拉了,不确定,忘记拍了,因为我只揪下了一点点拉的,待下回再试试。 还有,这次试用蒸锅发面的,貌似温度有点高了,面团的样子如图,不太均匀,看来下回面包机揉完,还要手动揉着,肉松面包的做法步骤。 1.低粉加水 2.混合均匀后 3.放入锅中 4.火不停地搅拌,是浓稠状即可,也就是低粉,冷等于1比5,5,汤煮 6.高粉 7.低粉 8.砂糖 9.鸡蛋 10.牛奶 11.黄油 12.盐等 13.将全部的材料 14.出黄油外 15.放入面包机主 16.搅拌均匀 17.放入黄油后 18.继续搅拌,至拉出膜 19.揉好的面团取出 放在其他容器中 20.盖保鲜膜和水进行第一次发酵 发酵至两倍大 21.将发好的面团稍微按压出气 22.擀成烤盘大小 23.盖保鲜膜进行两次发酵 24.将发好的面团刷上鸡蛋液 25.撒上葱花 芝麻 盐在面团上扎些孔 防止膨胀过度 26.烤箱预热175度 27.中层 15-18分钟 28.中层 15-18分钟 29.面包烤好后 切好所需多块 侧面挤上色拉酱 蘸满肉松即可 使用的熟具 面包机 电烤箱